爱是十位大宗领寒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戴帽海归 以德抱怨 在泰国有一座美丽的小岛 岛上的居民大多以捕鱼和贩卖旅游纪念品为生 巴玉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渔夫 嘿 巴玉 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还不错 抓到不少鱼呢 你呀 别看巴玉年纪轻 他捕鱼的技术是一点都不比我们差呢 是啊 巴玉这小子的确厉害 有一次巴玉捕鱼归来时 看见了几个孩子正在沙滩上围着一只大海龟 而那只海龟腹部朝上 无法转过身来 只能无奈地任凭那几个孩子玩耍 呵呵呵 太好玩了 你们快看他 简直就像个陀螺一样 是啊 这一次他是逃不掉的了 那些孩子在做什么呀 哎呀 这只海龟还真大只啊 是啊 我们刚才在海边抓的 他想逃跑 就被我们几个把他翻了过来 这下子可跑不了了吧 巴玉无意中看到了那只海龟的双眼 他那含着泪水的眼睛正望着自己 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与求助 小朋友 我拿钱跟你们换这只海龟吧 你们拿钱去买糖果吃怎么样啊 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 你看这些钱够你们买糖果了吧 够了够了 反正这只海龟我们也玩够了 他现在是你的了 那我们快走吧 去买糖果来吃 好了 别怕了 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 这只海龟被翻过来后 巴玉惊讶地发现 它的背甲上有着美丽 而又色彩斑斓的花纹 但一般海龟的背甲花纹 整体都是一样的 它的却是分成了若干块 好特别的海龟啊 它的背甲可真漂亮 然而这只海龟获救后 并没有回到大海里 它一直跟在巴玉的后面爬 诶 你怎么一直跟着我呀 难道你不想回大海吗 莫非你想跟我一起回家 那好吧 既然你愿意跟着我 那我们一起回家吧 在巴玉的细心照顾下 海龟长得越来越好 后来巴玉才知道 原来这只海龟 竟然是价格不菲的戴帽 好大的一只戴帽 你刚刚说什么 年轻人 这只戴帽是你的吗 是啊 你说它是什么呢 戴帽 对呀 这是一只戴帽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戴帽 你看它的背甲多么漂亮啊 年轻人 你愿意把它卖给我吗 卖掉它 不行 它就像我的家人朋友一样 我怎么能卖掉它呀 年轻人 我愿意高价跟你买 卖了它 你可以拿到很多钱的 你别白费口舌了 我是不会卖掉它的 我们走吧 该回家吃饭了 哎 这么大只的戴帽 真是罕见啊 不行 我一定要买下它 别再跟着我了 就跟你说 我是不会卖掉它的 年轻人 你现在不卖也没关系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什么时候缺钱 想卖它的话 就打电话给我吧 啊 工艺品店 巴玉 巴玉 从来没有想要卖掉这只戴帽的打算 但是半年后 他却有些犹豫了 因为他的女朋友 要求他买一间房子 巴玉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买栋房子作为我们的新房吗 哎 现在的房价实在太贵了 我赚的钱根本不够买房子 亲爱的 我看我们还是先住在现在的这间房子吧 你说什么 巴玉 你过去对我说的话 原来都是骗我的呀 啊 我没有骗你啊 我原本真的有打算要买栋新房子的 是吗 那你就买呀 你什么时候买 我就什么时候跟你结婚 哼 啊 新房子 我哪来的钱可以买房子啊 这只戴帽又大又漂亮 我愿意高价跟你买 如果你什么时候缺钱想卖它的话 就打电话给我 最终 巴玉 还是打电话给了那位工艺品店的老板 喂 老板 我是巴玉 我愿意卖那只戴帽了 工艺品店的老板 得知巴玉愿意出售戴帽后 非常高兴 他立刻开车来到了巴玉的家里 你会把我的海龟杀掉吗 杀掉 怎么可能呢 活着的戴帽贝甲 现场加工成工艺品 是价格最昂贵的 一来很稀少 二来 代表着买到工艺品的人 会像龟一样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会把它饲养起来的 嗯 不会杀死他的话就好 巴玉看着海龟 心里有些不舍 但是金钱的诱惑最终获得了胜利 他卖掉了海龟 并安慰自己说 反正海龟不会失去性命 说不定他会过得更好 后来 巴玉在工艺品店 再一次看到了那只海龟 现场制作戴帽工艺品哦 大家可别错过了 接着 工艺品制作师 用刀顺着海龟贝甲的缝隙 慢慢的伸进去 画开一个口 等到那片要取的贝甲松动后 就用钳子硬生生的把贝甲拔起来 海龟痛苦的把头脚缩进贝甲中 他的眼睛充满泪水 巴玉被这一切吓呆了 他看着海龟无助的眼神 冲动的想过去把他带走 可是摸了摸口袋里的钱 想到了对女友的承诺 最后他还是离开了 从那以后 巴玉便再也没有见到那只海龟 直到半年后的某一天 巴玉 听说过几天你就要结婚了 对啊 还有十几天呢 那你怎么还出海捕鱼啊 结婚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没办法 结婚要花不少钱 我要多抓些鱼 卖钱才行啊 你都买了那么大间的房子了 还说什么没钱呢 就是嘛 巴玉 这几天天气不是很好 我看你就别出海了 没关系的 我去去就回来 然而 巴玉出海没多久 可怕的飓风和海象 羞涌地吞噬了岛边的一切 而巴玉也被滔天大浪卷入了海里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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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受 完了 这次铁钉没命了 昏昏沉沉中 巴玉隐约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拖着自己 往沙滩里 往沙滩边的方向奋力的拉去 他睁眼一看 看到了自己曾经饲咬的海龟 他那美丽的背上只剩下颈部后面三片大大的背甲 其余的地方满是伤痕 海龟深深海啸冲毁了商店的水池后跑出来的 是你 谢谢你 我这样对你 你竟然还愿意救我 这只黛默海龟的故事 温暖了整个被海象肆虐的岛屿 他用自己的行动 给成千上万的人类上了一课 忏悔借前千 康先生最大的喜好就是钓鱼 他每个礼拜都会带着鱼竿到河边捶钓 这几年下来他钓的鱼不计其数 阿谷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来啊 我还真没想到你会比我早来呢 怎么样 今天钓到几条鱼了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 鱼都还没有上钩呢 是吗 看来今天的第一条鱼会是我先钓到 那可不一定呢 哇 鱼儿上钩了 哈哈哈哈 好大的一条鱼啊 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这一天 康先生又来到河边钓鱼 正好遇到了一群学佛人 在河边放生鱼下 哎呀 你看那些人在做什么呀 他们为什么要把鱼放回河里呀 哦他们正在放生啊 放生 是啊 最近常有一些学佛的人 花钱买大量的鱼虾 然后啊 再放生 自己拿钱买鱼虾再放掉 这些人还真是好笑 哦对了 曾经跟我们一起钓鱼的阿昌 现在啊也学佛了 他也是经常来这里放生呢 阿果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你们该不会是来钓鱼的吧 对呀 阿昌 我好久没看到你来钓鱼了耶 我现在已经不钓鱼了 劝你们也不要再做这种 残忍杀生的事情了 你怎么说钓鱼是残忍杀生的事情呢 是啊 你以前不是也经常在钓鱼吗 哎 以前我是经常钓鱼没错 但是后来经历了一件事情后 我就改变了想法 所以现在我不但不钓鱼 还经常在放生 就是希望能够弥补我过去所犯下的错 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事情啊 有一次我钓到了一条大鱼 我把它带回家 准备杀了做菜 但那时候 它突然从水桶里跳出来 还一口咬住我的脚 我连甩了好几下 才把它甩下来 但是 我的脚 却被它咬得流血了 什么 被鱼咬到流血 这里的鱼 都是吃水草的 它们 没有尖锐的牙齿 也没有利爪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把你咬得那么严重啊 是啊 对于一条鱼来说 我们比它们庞大 面对我们 它几乎是没有反抗的能力才对 但是你们有想过一件事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临死前的鱼 有这么大的力气反抗呢 是啊 那条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当时我也不懂 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他告诉了我 一直被我们当成低等动物的鱼 他也有想要继续活下去的渴望 所以在临死前拼命挣扎 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你的意思是说 那条鱼是在报复你 嗯 我把它从河里钓上来 然后要杀掉它 他当然会生气啊 我的遭遇还算好了 有很多杀生的人 遭遇到的报应比我还要严重 所以你们不要再钓鱼了 等报应降临到身上就晚了 阿国 我看我们今天就别钓了 不会吧 你还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哟 什么报应呢 我是不信这些 而且那些人 刚刚把鱼放到河里 我们正好可以钓上来 阿国 人家都说放身